機動市議員林敏勳在市議會預備會議中指出 接獲民眾反映7月1號以後 殯葬所在收取大鏈費用300元之後 就沒有再像以往一樣 協助家屬把庫錢塞滿棺木裡面 也因為沒有固定在送往火葬場搬運過程中 容易導致大體搖晃甚至翻身的情況 從兵庫出來之後到這個禮廳 大體會放在禮廳的那個 我們在殘養一龍我們要告別 那你應該是要把庫錢塞好塞滿 那你送上去火葬場的時候一定會有搬運 會有那個更動嘛 那現在是沒有做這個動作 那都要叫王政者家屬或者是殯葬業者 自己去做這個動作 可是你有給人家收這個300塊 照理來講是家屬準備庫錢 然後殯葬組的同仁要把他大體要塞好 然後我們入練封釘之後 送上去火葬場的時候才不會有更動 不然你從禮廳結束之後 要送上去火葬場 這個更動過程一定會 棺木會上上下下嘛 所以有時候到火葬場準備火葬之前 那個棺木是整個遺體是可能是翻了 雖然說已經那個封釘了 是看不到 但是你這個對王政者其實是一個很不盡的行為 一般你是要把他封好封滿 才叫做大鏈 所以他現在我們目前的邊上所的狀況是 直接把大體就放進去棺木 然後就是丟著 也沒有用那個庫錢把它固定好 那造成家屬的時候看到 譬如說我們在最後的殘養一龍的時候 會看到說 為什麼旁邊都這樣空空 然後送上去的時候你在搬動的台觀者 他其實都會感受到這個大體在晃動 在移動 那到了這個火葬場的時候 會不知道他到底是可能整個人變側面的 或是整個甚至有些屁股是直接朝天的 機動市議會議長童子威表示 將在10月25號開始 為期一個月的定期大會召開時 要求主管單位機動市政府民政處報告清楚 民進議員提出來的問題 我想相關殘葬業者都會有相關的陳情給我們的議員同仁 所以我們也會特別請議事主要求民政處 在這個業務報告的時候請殘葬所特別列席 然後把這個所有的完整資訊 在書面的資料以及業務的答詢都說明清楚 我想我們後面再來做一些相關的調整 那如果有需要民眾認為有需要不足的地方 我想我們也會要求市府做適當的調整 符合現階段 然後也符合大家的這個要求跟需求 然後我想這個是一個 因為這個殯葬業是一個服務產業 那我想對遺體的尊重 或是整個殯葬所必要的調整 包含其實我認為交通動線 也可以再做一些更好的疏導跟規劃 那環境的整理 以及我們大家的一些需求 包含未來可能有環保精爐等等的 符合時代的需求 我想殯葬所未來在這個會期中 應該會佔很大的版面跟篇幅 我們也希望殯葬所可以特別做好 完整的說明 市議員林敏勳進一步表示 死者偉大 其實許多民眾認為 基隆市殯葬所的各項業務服務 相較於其他縣市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如果可以更進一步 好好跟殯葬業者溝通 以及更精進對往生者家屬的服務 相信對死者跟往生者家屬 將是更大的尊重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現在在這有關的 大家可以吃到 兩千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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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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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